这个系列共10个短片会分享一个相信能够达到每年15-20%回报的方法 要投资成功首先就要决定投资在什么资产类别 要做这个决定 需要先了解不同资产和各个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 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些经济指标可以看上一个短片 在未做分析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个投资成功的知名人士 他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 又在英国的印度办公室做过事 对商品贸易应该非常熟悉 另外他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各国商讨未来汇率制度的英国首席代表 对外汇方面当然也有深入的认识 没错他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究竟他最后是怎样投资成功呢 他在1920年创立了The Syndicate 就专注投资于外汇 但结果惨事收场 接着在1921年创立了AD Investment 主力投资商品但成绩也不理想 其后在1923年就成立了PR Finance 就开始投资股票 而也是股票投资令到他最后投资成功 所以如果有以上资历的凯恩斯 都只是能够从股票投资中获利 那是资产的选择应该很明显 所以如果你本身都很肯定 只是应该投资在股票 你可以跳过这个短片 就在描述栏里从行业分析的短片开始看 但如果你想知道 为什么外汇债券等等 不是理想的投资项目 那就继续看这个短片 嗨 我是二二 我会每周末分析或者预测一些经济问题 如果内容有用请你点赞和订阅 这个短片会分析什么是最佳投资工具 在这个短片里面我们会看清楚 不同投资工具和各个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 和在这些关系里面推断出最好的投资工具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债券 债券投资其实就是首先借一笔钱给企业或政府 或者如果债券在二手市场买入 我们就首先用资金买入债券 之后就可以定期收息和最后收盘 而开始投资的金额就是债券价格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收到的利息和本金总和 减回最开始给的债券价格就是我们得到的回报 那如果将这个公式的项目调位 当然债券价格亦就是买入债券之后 我们能收到的利息和本金总和 减回回报 而由於债券在放行后 利息和本金的数项是不会增加的 如果市场要求回报下跌,债券价格就会升 究竟什么决定市场要求回报呢? 答案就是四大宏观经济指标之一的利率 因为利率水平整体上升 市场对债券回报的要求都会升 债券价格就会跌,相反也一样 而从我们对经济周期的认识 我们就知道 其实利率是一个周期 经济差利率就会跌 而经济好的时候利率就会升 即是说债券价格都是一个周期 跌完就会升,升完之后又会跌 即是说如果我们买入债券除非有水晶球 否则平均来说回报就只是收息 这个利息回报是否吸引呢? 就见仁见智了 接着我们要分析的投资工具是外汇 投资外汇其实就是将某一种货币 用某一个汇价去兑换成另一种货币 如果买入的货币汇价上升可以兑换比较多元本的货币 那就有利可图 所以可以看到投资外汇最主要就是汇价 举例如1元英镑是兑2元美元 为什么汇价是一对二而不是一对三呢? 这个汇价究竟是怎样决定的呢? 在汇率理论里面有一个叫做购买力评价 也就是一价理论 这个理论概念很简单 举例一个汉母包在美国卖用美元标价价格是5元 如果相同的汉母包在澳洲卖用澳元标价 价格是10元澳元的话 由于他们是相同的汉母包 价格应该相同 5元美元就应该等于10元澳元 换句话说 美元兑澳元的汇价就应该是1美元兑2元澳元 这个理论除了一价理论之外 另外有个解决 就是如果现在汇价举例是1美元兑1元澳元 即是在美国这个汉母包卖便宜了 就会有人在美国大量用5元美元买入这个汉母包 再转售到澳洲 就收10元澳元 再兑换10元美元 每个包就赚了5元 这个行动就会 迫使美元兑澳元汇价 就回到一对二这个合理汇价 这个行动就会 因为无利可逃就停止 这个就是购买力评价的绝对版 这个理论是不是正确呢 其实 要判断这个理论是不是正确 本身有点困难 因为世界上 就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货品 其中比较出名的例子 就是英国的财经雜誌经济学人 他的巨无霸指数就是用了各国 麦当劳巨无霸的价格 结合 刚才的理论 就计算各国货币的合理汇价 究竟这些会价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 港币就应该大幅升值 因为如果 以香港麦当劳的价钱 再乘7.8这个会价 兑换成美元 我们就会发现 香港麦当劳的价格 是长期低于美国 所以 可以说这个理论 是错了 但另一方面 说它绝对错又很难 因为 就以巨无霸为例 其实我们吃巨无霸 愿意给的价钱 就不只是看那个包 也都会考虑到服务 和用餐的环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要在全世界找到 完全相同的商品 其实是不可能的 代表 没有能力 算到合理的汇价 或者估计汇价的未来走势 原来又不是 因为购买力 评价理论 还有一个相对版 而相对版 已经被证明 长远来说 大致上是对的 这个理论是什么呢 根据以上例子 如果一个美国 汉母包卖5美元 而一个澳洲汉母包 卖10美元 合理汇价 应该是1美元 对2美元 当然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绝对版理论是错 假设实际上 匯价 现在是1美元 对1澳元 就是一个澳洲汉母包的价钱 其实就等于两个美国汉母包的价钱 根据购买力评价 理论的相对版 就是说这个比例 是会维持不变 假设澳洲 一年后 通胀是10% 即是一年后 汉母包就要 卖11美元 而又 假设美国之后 一年的通胀是0 即是一年后 汉母包 仍然是 卖5美元 如果要 保持 这个比例 不变 一年后 10美元 就应该要 等于 11美元 即是一年之后 1美元 应该兑换 1.1澳元 我们可以看到 澳元相对美元的汇价 就变了值 而美元相对澳元的汇价 就升了值 从以上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相对版理论 一个国家的通胀 比另一个国家的通胀高 这个国家货币汇价 就会相对贬值 而低通胀国家货币 就会相对升值 这个理论颠覆了我们的一般想法 一般想法是 决定汇价的因素是 经济增长 国家如果经济增长高 货币就会升值 如果经济增长低 货币就会变值 所以根据 购买力评价理论的相对版 最重要 决定货币汇价走势 是四大经济指标里 通胀率 这个理论能否得到 事实验证呢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是日本 上面这个图是日本过去10年的通胀 下面这个图是日本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 在这两个图可以看到 日本过去10年 无论经济增长和通胀都很接近 这个情况下 究竟日元会因为通胀低而升值 还是因为经济差而贬值呢 我们可以看四个例子 第一个是印度 印度在过去10年 无论经济增长和通胀都远远高于日本 这个汇价图可以看到 日元对印度努比在过去10年是升值的 第二个例子是越南 越南在过去10年也是 无论经济增长和通胀都高于日本 而在这个汇价图可以看到 日元对越南盾在过去10年是升值的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 美国在过去10年经济不是太理想 不过平均来说 经济增长和通胀都稍微比日本高一点 这个汇价图可以看到 过去10年 日元对美元是变值的 最后一个例子就是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在过去10年 经济增长和通胀都高于日本 在这个汇价图可以看到 日元对马币的汇价在过去10年 就基本上没什么变动 从这些例子 似乎用通胀去推测 汇价走势比较可靠 如果这样的话 外汇投资器不是 是一个理想的项目 因为只要买入一些低通胀国家货币 沽出高通胀国家货币 应该就可以在汇价升值里面赚钱 但这个投资方法有一个问题 因为 低通胀国家通常利息比较低 而高通胀国家利息比较高 所以这个投资方法就会出现 赚价 失息的情况 即是说 如果用这个理论 外汇投资 要么就赚价 要么就 亏价 但是赚回利息 似乎外汇投资 都不是理想的投资项目 如果以上这些分析都仍然未能 令到你相信外汇和债券 都只能提供微利的投资工具 我们可以想一想 有哪些专业投资者 是专专投资在外汇和债券 答案就是商业银行 他们的财资部主要是做一些外汇和债券买卖 他们的收益是怎样呢 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花旗银行 从他们的财务报表可以看到 无论在2018年至2019年或者2005年至2006年 投资交易的收入大约都是100亿 如果再看他的资产负债表 资产部分 这些年度里面的投资资产大约都有5000亿 即是说其实每年的回报率大约只有2% 多谢大家收看这个短片 如果你喜欢他的内容 多谢你留言 赞好分享 和订阅这个频道 下一个短片我们会探讨 为什么股票和物业 是最理想的投资项目 一起来试试 打资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